由水里乡公所所举办的喜悦水里 幸福希望 艺术造香 文化扎根艺文活动 日前在水里乡图书馆盛大展开 来自全乡六间学校在阅读以及读书心得上 有杰出成绩的学生接受水里乡公所的表扬 除了鼓励学生在阅读上的好表现以外 也欢迎学生在暑假期间踊跃来水里图书馆 今天的活动主题是喜悦水里 幸福希望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也邀请了我们全乡各校的学生 还有校长们一同来参与这样的活动 就是一同来用喜悦的心来欣赏我们现在水里的文化 那我们希望借着这个文化能够借着同学们 还有各个教育单位能够把它推广出去 让水里有很棒的文化扎根 现议员陈淑慧指出办理这样的活动相当有意义 透过颁奖也能够肯定孩子们的努力 而现在孩子要培养阅读能力相当不容易 只有阅读也能够学习许多事情 那今天特别选择在图书馆里面来举办这个活动 当然现在的小孩子要说提供给他做一个阅读的习惯 是非常难得 尤其现在的家长很少陪同小孩子做一个阅读的一个行为 所以在图书馆馆长的推动之下 有学生来参与阅读的一个比赛 那今天的一个活动的流程过程 也对于说参与阅读竞争比赛的这些优异的成绩的小朋友 来做一个颁奖 陈淑卫议员也希望孩子们能够从小就培养阅读的好习惯 多多阅读增加语文能力 那当然希望说 藉由颁奖的一个活动过程 让很多人见证到小朋友的用心 鼓励其他的小朋友在阅读这个区块里面 能够投入一些精神以及心力 也希望说 多多阅读来增加个人的语文能力 期望透过举办这样的活动 除了能够提倡孩子们多多阅读以外 也能够从无形中让孩子们提升语文能力 记者邱平易 水里采访报导